大家好,我是羅杰教練 如果你想要幫筆電擴充記憶體和儲存空間,要怎麼做呢? 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跟大家分享 Nodonvo 15吋的筆電EU ADA7 原機配備的是4G記憶體 還有128G的SSD空間 作為一款文書級別的筆電 SSD空間以128G來講已經足夠了 但是4G的記憶體真的夠用嗎? 果不其然,早在第一天拿到機子測試當下 使用內建的Edge瀏覽器 其實在S mode也只能使用內建的瀏覽器 開了大約兩三個網頁外加一個YouTube影片觀看 不出意外,開始有卡頓的感覺 開啟工作管理員後,果然發現 記憶體占用已超過80% 其實早在購買當下就知道這台機器能額外擴充到最高 12GB的記憶體 還有呢,它有一個 M.2的插槽 可以外加一條SSD硬碟 那麼今天就來分享 如何擴充記憶體 SSD吧 注意了 以下操作可能導致 原廠保固失效 電腦損壞等狀況發生 請三思而後行 在進行操作以前 我們要進到電腦的BIOS 做一些簡單的設定 如何進到BIOS呢 我們按下電腦開機鈕之後 就一直重複的按下 鍵盤上的 F2按鈕 如果沒有成功呢 那就關機後 再開機 接著 不斷的按下 Fn 加上 F2 按鈕 原則上就會進到BIOS的介面 雖然Denovo的筆電 BIOS介面看起來比較傳統 但它一樣能將內容 設定成中文顯示 只不過它顯示的中文是 簡體中文 接著使用方向鍵 選擇到系統設置 臨時禁用電池 按一下Enter 按問你是否真正要臨時禁用電池 你就選擇 是 再按Enter 電腦呢 就會自己關起來 這個時候呢 不管你怎麼按開機鍵 它都不會開機的 確認斷電之後 把D殼的螺絲全部都拆下來 為了盡可能讓保固不失效 在拆D殼時 請使用拆機工具 慢慢敲開 不要讓卡榫斷掉了 這裡可以看到 M.2的插槽和記憶體的插槽 可以看到 M.2的插槽本身也有附一顆固定螺絲 記憶體的部分 我這邊使用 創建DDR4 3200的8G記憶體 那麼 細心一點的朋友 應該有發現 這台筆電的規格書上面 明明就寫說 最高支援只能支援到 DDR4 2400 那我這邊為什麼還是選用 3200的呢 其實不用擔心 原則上 記憶體它會自動向下相容的 不管是記憶體 還是M.2的SSD 在安裝的時候都要注意防袋口的設計 先斜著45度往插槽插到底 再往下壓 左右兩個卡榫 咳咳 兩聲 就安裝完成了 SSD的安裝方式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它並不是用卡榫固定 而是要把原本的螺絲 先從主機板上面拔下來 把SSD裝好之後 再把螺絲鎖上去 這樣才算是安裝完成 最後蓋上D殼 鎖上螺絲 插上電 就可以再次開機 確認 安裝有沒有問題 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這裡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